和鲁园艺爱好者们 欢迎回到我们的DIY园艺频道 我是你们的园艺小帮手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 家中打造一个迷你室内花园 通过一些简单的步骤和创意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绿色小天地 不仅美观还能净化空气提升生活品质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一 选择适合的植物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适合迷你花园的植物 多肉植物仙人场小型蕨类植物 和迷你官叶植物都是很好的选择 它们不仅美观还非常容易打理适合新手 比如说多肉植物 多肉植物不仅可爱 还非常耐旱适合懒人 仙人掌 仙人掌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 适合摆在窗台蕨类植物 蕨类植物喜欢湿润的环境 适合放在浴室或厨房迷你官叶植物 如豆瓣粒铁线绝等 这些植物能增加你的迷你花园的层次感 二 准备材料 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材料 花盆盆栽 土壤小石子装饰物以及喷壶 这些材料都可以在园艺店或者网上购买 非常方便 记得选择合适的花盆和装饰物 让你的迷你花园更加美观 三 制作迷你花园现在进入制作环节 首先在花盆底部铺一层小石子增加排水性 然后加入适量的盆栽土壤 填到盆的三分之二高度 接下来将选好的植物轻轻放入盆中 填满剩余的土壤确保植物稳固 四 装饰和美化 为了让迷你花园更加美观 我们可以在土壤表面铺上一层小石子或者苔藓 还可以加入一些小装饰物 比如迷你动物雕像彩石等增加去卫星 同时你还可以用一些小灯串装饰 晚上打开灯光整个迷你花园会显得更加梦幻 五 日常养护 迷你花园做好后日常的养护也很重要 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要过多浇水 大多数迷你植物喜欢明亮的散射光 所以尽量放在窗边 定期检查植物的生长情况及时修剪黄叶和病叶 这里有几个养护小贴士 光照大多数植物喜欢明亮的散射光 尽量放在窗边但避免直射阳光 胶水根据植物的需求胶水 一般是土壤表层干了再胶 冬季要减少胶水频率施肥 定期施肥 每月一次即可使用适合室内植物的液体肥料 修剪定期修剪黄叶和病叶 保持植物的健康生长 六 创意的小技巧 除了基本的养护 还可以尝试一些创意的DIY技巧 让你的迷你花园更加独特 迷你景观将多个小型盆栽组合在一起 打造一个迷你花园悬挂盆栽 利用挂钩和绳子 将盆栽悬挂在窗边 或者墙面增加空间层次感 个性化装饰根据季节和节日 用不同的装饰品点缀你的盆栽 比如小灯串迷你装饰品等 七 观众互动 还希望你能参与进来分享你的DIY经验 和心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你们的盆栽作品和养护心得 一起交流讨论如何更好地打造绿色生活空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评论和分享哦 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有趣的原意知识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